红掌有着一帆风顺的寓意 很多花友都喜欢养它 关夜的同时还能够闪花 真是一见双雕 即便到达了夏季之后 它也处于旺盛的生长期 而它最容易出现的病害呢 就是夜帆 梅乌 还有烂根 浸腑等等这些病害 我们今天主要来说一说 这些病害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防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注重养护环境 因为它是喜欢 滋润环境下生长的一种植物 平时呢要多给它 往它的叶边喷杀水物 以增加空气湿度 平时呢 也可以 给它使用一个托盘的方式 往托盘当中加满水分 通过花盆里面的水分 增腾和挥发 也能够达到空气湿度的要求 其实呢 就是不可以给它进行曝晒 因为到达夏季之后 温度很有可能会高到三十几 或者是四十几度的时候 把它摆放到阳光曝晒处呢 植物很容易出现 日佐病 日佐病就是和我这本一样的状态 就是它的叶片中间出现了干枯 而平时养护呢 给它有充足的散射光就够了 切记给它进行曝晒 这是一个致命伤 最后呢就是切记使用农肥 很多花友心想着 当红桨开花的时候 它这些花量已经消耗了很多养分 这时候呢就给它使用大量的肥料 比如说用肥的频率过密 每隔一个礼拜或者是十天左右 就给它使用一次肥料 这样肥料给它浇灌的话 非但植株吸收不了 还会堆积在花盆里面 植物很容易出现烧根烧苗 最后也有可能会把它养死 所以要正确的使用好肥料 切记不能够过农 尤其是进入夏季高温期以后 很多植物都需要避免使用农肥 所以说在夏季养红桨要掌握好这三个细节 才能够让它安全度下 不会出现其他疾病 视频的最后呢 不管大家有没有点红心 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 有缘的话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